全油管最快新闻,近日,中国航天园在中国空间站通过太空栽培装置成功种植了蔬菜,被称为太空菜园。 这个简易的模块化装置能够提供与航天园基本一致的气体环境,使植物在太空环境下依然能够健康成长。 此前,多位航天园已经体验过种植生菜、小麦、水稻和拟南界的过程,并成功收获了太空种植的新鲜蔬菜。 未来,太空菜园不仅可以为航天园提供食物和氧气,还将作为空间实验平台,研究太空微重力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取得了阶段性应用成果。太空栽培装置的成功应用为航天园提供了新鲜的太空蔬菜,同时也将为研究太空环境对植物生长的影响提供重要数据。 空间实验和应用项目的丰富也展示了国家太空实验室的持续发展和成就。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